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东西不用文字 然后有一些关键的事 我们可以打电话 语音电话说 爽妈的教学时间 对就是这边吧 反正你就记住吧 以后就包括给爽聊一些 这些事啥的 就是万分小心 就是包括一些 敏感的这个诚啊 比如说片酬啊 数啊等等啊 都不说 也不跟微信里说 也不给那个拿汉字说 就是聊天的时候 或者是用语音电话聊的时候 大概的说一说 也别把什么万的签呢 说上就是 比如说一点几 或者是四千几 这就行了 就不说那么详细 欠女幽魂正爽想涨价 原合同额1.5亿 正爽想涨到1.8亿 爽爸觉得原合同额1.5亿就不错了 现在我觉得要是那个 那边能保证1.5 能能保证这个原有那个合同额 那也相当不错了 说明他整体挺硬可爽 这事你要 也要跟爽 嗯 做做工作 因为1.8 不是现在 就以前1.8也很 也很吓人了 也很多了 这个形式 我觉得那么的 有点有点风险太大 爽妈也觉得1.8亿有点狠 希望郑爽见好就收 爽妈表示让她谈1.8亿 都不知从何下嘴 爽妈觉得演员这个行业 现在特别不好干 因为国家不让片酬超过5000万 所以说现在这个行业内特别不好干 真的就是超过5000 你就给你秋后算账 所以现在国家就属于玩赖 就很不好整 你知道吧 最终片酬谈到1.6亿 郑爽拍戏77天 实际片酬1.6亿 每天收入超过200万 爽妈研究阴阳合同 咱俩聊一聊 就是我要开公司 然后给爽 这不说爽现在有四个合同吗 等着那个 有的就要走合同了吗 然后我都问得很详细了 嗯 我跟你再研究一下 你方便时候 给我打吧 打语音电话啊 欠女忧魂阴阳合同 为了应对广电线新令 将1.6亿拆分为4800万的片酬 加给某公司的1.12亿增资款 郑爽催款 拍戏过程中 郑爽一直催着张恒去要片酬 欠女忧魂1.6亿片酬陆续到账 郑爽妈指导税务问题 也就是说这4800要开什么个人所得税 但是那个个票不划算 我呢看了一下 因为要40%多 我要是用崔三文 然后以爽是我公司的合作艺人 就签约艺人呢 就20%那样吧 21那样的税就不多了 上海经验沙市上述1.12亿的收款公司 郑爽事件曝光后 于今年3月变更了法人与全部股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伪造机票骗取报销 舍不得花钱给狗探病 要把狗遗弃 因为觉得去医院治病太贵 所以打算把生病的小泰迪装鞋和礼仪器 自报在超市吃东西从来不结账 郑爽表示从来没觉得 在超市喝完东西不结账有羞耻感 这也等于是营销自己嘛 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大方 因为你想啊 这钱毕竟不是说进自己口袋的 也是进公家的 钱方高能 也许是营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